三岁小男童眼神无辜 坐在椅子上 远景赶紧递上面包饮料给他 似乎饿坏了 但到底发生什么事 男童一不见 妈妈就着急去派出所找儿子 正当远景四处询问附近邻居 谁的孩子走丢了 这时候妈妈就出现了 男童看到妈妈赶紧牵起手来 因为这位糊涂的妈妈 在花莲28号早上开着车 载着国二的哥哥和三岁男童 想说两位睡得香甜 下车吃个东西一下 男童就独自开门下车走丢 但也好险在附近商家协助下 把男童带回警局 他有跟你讲说我要找妈妈 你有带着他去找这样吗 警方在外面查访的时候 发现一名女子 也在寻找她的儿子 后来我们请她到她所找 即使是下车买个东西 也不要愿意把孩子 独自留在车上 记者廖威霖 李玉涵 花莲采访报道